老板 收下我当徒弟吧 我是真心想跟你学 我一定会做得比张东官更好 你相信我 起来吧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我有徒弟 不会再收别的弟子了 为什么 这城里到处贴了告示 说张东官在京城杀了人 还跃跃逃跑 你还认他做徒弟干什么 不要说了 老板 你就收下我吧 我保证可以让陆家蔡发阳光大 让您发大财 张东官算什么 他一点本事都没有学到 他只是运气好 要是换成我 别说了 什么也别说了 师父 东官 师父 我回来了 东官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你一定会回来 东官 你怎么长胡子了 师父 我是被冤枉的 我真的没有杀人的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 你虽然表面顽劣不堪 但内心却善良热情 乐于助人 当初我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会收你做徒弟 师父 你先留下来吧 到处乱跑也不是办法 看看清醒再说 可师父 我怕我留在这里会连累你 我都一把老骨头了 还怕什么连累 唯一让我担心的 就是美美 她还好吧 好 太好了 好得不能再好了 现在宁妃娘娘根本就离不开她 皇上都对她赞不绝口呢 是吗 那就好 张东关破坏我计划 这下陆欣更不会是我做徒弟了 只好另想办法了 冬瓜 干吗 冬瓜 你怎么了 ,见到我不高兴吗 没有 你别老躲着我 我也不会吃了你 这陆园里头 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 都走了 凌儿嫁人老王回乡 其他人另谋高就 只剩我了 原来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还得好好谢谢你 我不在的时候 多亏你照顾师父了 没什么 大人,京城来的几件 谁来的 生路大人 张东关 又是张东关 我问你 我问你 陆园又重新开张了没有 没有 没有 这次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那也不能像上次那样的 来人 大人 大人 吩咐下去 全城上下仔细盘查 发现张东关 立即抓回来见我 是 还有 他身上藏有尸妾的宝贝 那是朝廷的 一定要追回来 你们要小心 还不能让他死了 更不能让他伤了那个宝贝 还是外面的空气好啊 师父,您要是有精神头的话 就到外面多走走晒晒太阳 身体就会慢慢好起来的 大夫不也这么说吗 这多亏你一不解代地精心照顾啊 什么话 谁让您是我师父呢 我不照顾您照顾谁啊 来,坐下 好 可能是因为你现在是逃犯 不敢出去抛头露面 在家里憋着又没事可做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对不对 师父,您真是太了解我了 不过我尊敬师长可是出于真心的 谁让我是天下第一号的孝顺徒弟呢 师父,您想不想让我 一辈子都这么好好地伺候您啊 你又在打什么歪主意啊 不歪不歪,正经得很 师父,我是想您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今后呢,我怕美美一个人 她家里家外的照顾不过来 你是说和美美成亲吧 我和美美我们俩 其实都已经商量过了 等到皇上一次婚 我和她就辞去宫里的差事 一心一意地回来伺候您的儿家 不是定了亲 你们急什么 能不急吗 可是我这个当爹的还没点头呢 那您就赶紧点头 点头比摇头要容易啊 你真觉得做我的女婿合适 再合适不过了 师父,您好好想想 我跟美美虽然我们两个人 整天打打闹闹的 但是不打不相识啊 我们俩整个一对小冤家 那真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 您到哪儿去找像我这样 英俊潇洒,活泼可爱 聪明伶俐,厨艺精通的好女婿啊 好了,别耍嘴皮子了 我看你是太闲了 去做饭吧 是 等等 做点百米粥就行了 你厨艺虽有进步 但根基还浅 主要是因为在宫里的日子太好混了 随便刷刷嘴皮子就有吃有喝的了 虽然学了点本事 可在师父面前实在是上不了台面 我露心不收二把刀的徒弟 更不会要二把刀的女婿 习物和厨艺是一样的 要勤学苦练 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小能耐 就自以为是 多谢师父指点 明天开始吧 不督着你点 我怕你出去给我丢人 如果你真能成就厨艺嘛 您就答应我跟美美的亲事 师父,您点头了 多谢师父 做饭去吧 请今天起 您要勤学古练 我教你陆家菜的精髓 不要辜负师父对你的期望 做饭去哪 这是第几盘了 做得不好 还得你吃 第五盘了 师父 这次要是再不合格的话 我发誓 我这辈子再也不吃蛋炒饭了 现在我算知道了 什么叫 越简单的事情越难做了 你知道就好 我告诉你 这蛋炒饭最早叫碎金饭 是隋阳帝南巡时传到扬州的 后经历代锄坛高手不断创新 在柔和进淮阳菜肴特有的风味 最终发展成为淮阳风味最有名的主师之一 我知 大老师父 董冠 并不是师父难为你 我是让你知道 即便是最简单的一盘炒饭 要想做好 也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师父 我记住了 做人也好 做事也罢 不要墨守成规 要去他人之长 古脊之短 还要融会贯通 不断创新 才能有所成就 你人很聪明 厨艺也有长进 但是还要遵照为师所授菜谱 照本宣科 将来怎么样 就要看你自己了 师父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后悔 收我这个图 弟弟 师父 您还是尝尝 尝尝吧 怎么样 还行吗 我就知道 一盘小小的蛋炒饭 怎么能难得倒我张东官呢 这隋阳帝要是泉下有之 要是闻到这个香味 还不得饿得从棺材里头蹦 蹦出来 从棺材里蹦出来也是个僵尸 还不定吃炒饭 还是吃你呢 还是不行啊 老板 不好了 徐夫大人来了 还带了好多官兵 到处搜呢 什么 是 是不是来抓我的呀 东官 怎么办 怎么办呀 怎么办 师父 怎么办 快躲起来 躲哪儿呀 找地方躲起来 这 东官 快点快点 快快 快搜 你们干什么 给我仔细地搜 干什么 赵大人 你这是何意 对不起了陆老板 本府知道你身体前 本来不想打扰你 但是朝廷有令 要捉拿杀人逃犯 张东官 我这是公事公办嘛 那张东官 自从去了京城以后 从未返回陆园 你在这里搜 恐怕也是白搜 那张东官是你徒弟吗 他杀人逃跑 不回来找你 他找谁呀 我想他不会这么笨吧 准知道官府 肯定会上我这儿来找人 还会自投罗网吗 这可难说啊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我召醒这次 可不能有任何差错呢 是是是 赵大人说的也是 要不咱们上院子里 这里也让他们搜 不 我就在这儿等 过去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走 师父 张东官 不是我 还说不是你 给我抓起来 带走 快走 师父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都下去 张东官 你不要害怕 请坐 我不怕 我怕我就不会来了 坐坐坐 坐就坐 张东官 本府请你来 本事要 等等 你这要请啊 是抓来的 行 本府啊 是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去去救啊 去吧去吧 我问你 你把那样东西藏到哪儿去了 什么东西 你 你不要瞒我嘛 就是你身上的那件宝贝 什么宝贝啊 只要你把宝贝交出来 朝廷或许会免你一死啊 听不懂 张东官 我再把话说得清楚一点 你杀人不就是为了那件宝贝吗 我告诉你 第一 我没杀人 第二 我没宝贝 第三 我这 你要不要 张东官 懒人 在 把他给我带下去 是 谁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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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好待着 这可是朝廷的重犯 一定要看好 不准任何人接近他 是 大哥 我这大哥打了一天了 能不能帮忙弄口米饭吃啊 哪那么多废话 走 走 这种房子也想关得住我 老板 怎么样 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 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到 好 老板 什么 你这是何苦呢 张东官 是个杀人犯 被官府抓住 那是迟早的事 这是他活该吗 住口 这件事 轮不到你管 为什么 为什么轮不到我管 我做什么事 您都看不上眼 张东官是哪里比我好 凭什么 凭什么好处都让他得去 我却什么都得不到 老板 你可别忘了 留在这里照顾你的人 是我 是我 谢谢你照顾我 我也很感激你的帮忙 如果你觉得我带你不公 你可以离开路远 赶我走 赶我走 我为你做这么多事 结果是 你要赶我走 我没有赶你 不过 我不喜欢你干预我的家事 家事 你说这是家事 张东官算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这么贪护他 因为 他是我的家人 家人 你就是我未来的女婿 明白吗 好吧 你不仁 休怪我无意 我要叫你后悔一辈子 一点小意思 给兄弟们喝杯茶 恭敬不如从命 那我就带兄弟们 谢谢陆老板 哪里哪里 以后还要兄弟们多多帮忙 应该的应该的 刚才你说张东官不在这牢里 那他会在哪呢 我真的不知道 要是在我这儿 您想探监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那就多谢大爷了 不必客气 你烦不烦啊 听会儿行不行 我烦哪 可是我停 我下来啊 大哥 拜托 你给我找一口米饭 我 往下一验就 没没没 没事了 怎么说 我也是朝廷重犯 我 也 也死了 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对不对 真烦 烦 烦 烦人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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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张东官到底在哪儿啊 怎么连狱卒都不知道啊 是 冬瓜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拿菜谱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 你有什么了不起 只要我拿到这本菜谱 我可以成为大名鼎鼎的厨子 这本菜谱从今以后不再姓陆 陆家菜从世界上销声灭继 你 放开我 不错 是我 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张冬瓜是个人物 绝不是支配给人断茶送水的小人 你敢偷菜谱啊你 我比张冬瓜强的多 陆家菜谱 你 严总 你 站住 陆家菜谱 还给我 还给我 滚开 滚开 人都到齐了没有 齐了 一定要抓到张冬瓜 是 不行 不能就这样逃跑了 师父会担心的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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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你醒醒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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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把你害成这样呢 师父 站住 站住 你是什么人 回大人的话 小的 小的是陆园的伙计 到底是什么人放的火 是 是张冬瓜 他屠材害命 行凶放火 所以 所以小的才逃命啊 你们赶快进去抓人 一定要抓到张冬瓜 是 快 师父 师父 你醒醒啊 师父 住场 你一定要找张冬瓜 快 你们去那边 去那儿 师父 我都对不起您了 哎呀 哎呀 对不起 哎呀 哎呀 银子没有 银子我肯定会给你的 开船吧开船吧 好 进去进去 停船 停船 不回来 快回来 快 把船划回来 快回来 快回来 快点快回来 走 我发财了 我发财了 谁让你们看不起我 从今以后 老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小二 小二哥 我饿死了 有吃的吗 快弄点 吃的有啊 不过你先得给银子 你还怕我吃完饭不给你银子 先给我弄完面条吧 不敢不敢 您先把银子交喽 我再给您上面条 小二哥 不好意思啊 我身上的钱全部都花完了 您看能不能这样 我帮您洗一天的板 您先给我弄口吃的 我实在饿死了 不行 没钱 地边带着去 赶快走 别耽误我做生意 世里小人 真是虎落平阳被劝气 小二 真没想到我张军官 会落到如此地 站住 别耽误我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你说你是谁 我是谁 我说我是谁了吗 你说你叫张军官 大哥 我跟你说 千万别在他们家吃 他们家做的饭菜特别难吃 上菜又慢 服务态度又产 我先告辞了 好 张军官 你叫我 抓住他 插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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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喜梅 喜梅你来了 快快躲起来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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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打不過了 走 走 走 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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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他們沒殺了我 你倒把我勒死了 都快被殺了 還這麼多廢話 你怎麼找到我的 我先到了蘇州 看見陸園的一片廢墟 有人說看見你上了一條船 我就一路打停追了過來 都說我沒用 照顧不了師父 還連累了他 別想那麼多了 追你的人到底是什麼人 不知道 你都要被殺了 連仇家是誰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怎麼追這麼快 川谷樹林就是大陸 你快走 那你怎麼辦 別管我 快走 站住 站住 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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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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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多醋年啊 真是可惜啊 送去酒了老大会去啊 咱们不过呀 咱们怎么出没门呢 咱们太亮了 你要垮台了 咱们太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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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itte 行 过去吧 好 你你你 过 行行行 过去吧 站住 从哪儿来啊 大爷 跟我说话别太紧 我是到杭州城里来之地 走啊 你看 爷 快走 你看老板娘的柔柔弱弱的样子 怎么当得了这酒楼的掌柜啊 这几天来咱们酒楼的人越来越少 来的那几个人 说是来吃饭的 还不如说是来看老板娘的 你们俩说什么呢 二毛 我们也着急 听说咱们酒楼背了不少债 债术都逼上门来了 是真的吗 想想就知道是真的 老掌柜病了那么长时间了 没人搭理酒楼 就我们几个伙计跑里跑外的 行了行了行了 少说几句 老板娘现在想重新振作 让咱们酒楼重新兴旺起来 这不 又给咱们请来了一个新的厨子 新厨子 竟然有人在这个时候 往火坑里面跳 闭上你的乌鸦嘴 张师傅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新来的 张师傅 人家原来在苏州鹿园 那可是掌勺大厨啊 酒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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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料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苏州鹿园 我们可是酒养大名啊 我们 行了 菜料准备好了就出去吧 以后我做菜的时候 旁边不许有人 知道吗 鹿园是规矩 我们也听说过 可是我们能不能 出去出去 是 有了这本菜谱 我就不愁成不了 成名义方的大厨了 鲁心哪鲁心 你不会想到 被你巧匾的张灯瓜 会有今天吧 说是在杭州城里见面 真没想到杭州城这么大 喜没让我跟他在哪会合啊 包子热乎了 小伙子热乎了 三文钱一笼 您要多少啊 十文钱一笼 能设账吗 没钱就乖 那边有一个说书的 咱们听听去 走走走 好 话说呢 共评于崇武 张灯官 一心想要 金钟宝国 凭借着自己 天下第一的厨艺 靠着天无苦人 恶无来者的能耐 那是欧心沥血 废沁忘食 不眠不休地 为当今慢岁年做了一道 流芳百世 四菜 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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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堂呀 叶堂呀 走走走走走 叶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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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的运气好 这是我们老板娘赏给你的 老板娘 叶堂呢 老板娘 能不能麻烦您给热一下 加点胡椒粉 我说你别太过分啊 二毛 别那么凶 他是可怜人 我知道一碗馄饨 帮不了你什么忙 可是我身上也没有遇见了 谢谢你啊 谢谢 再等等 我让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 请问这位老板娘 你们是不是开饭馆呢 你怎么知道 我看你拿了很多菜 然后你又叫他老板娘 眼力不错呀 你想怎么样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就太巧了 我们是同行 我也是厨房里的切菜工 行 别套近会儿啊 我明白了 可是我们殿小 最近生意也不好 再也请不起人了 对不起啊 不用说对不起 谢谢 谢谢啊 要是有点醋就好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老板娘 这字句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楚 你可是拿着酒楼做的底啊 大爷 求您再容我些日子 我一定会还钱的 就凭你 说得轻巧 你一个女人家拿什么还 够了 你是谁啊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不就是要钱吗 说 多少 连本带立 一百两 字句放下 你给我走人 字句在那儿 咱们走 谢谢你啊 张师傅 先别盲谢 从现在开始 我是这座酒楼的债主 这一百两银子 我要你在三个时辰内还击个 你 我 你这不是车火打切 落井下石吗 放开我 站在你面前的可是张老板 你要想保住饭碗 就给我老实点 你小子跟我说什么呢你 你以为我到这儿来是想干什么呀 原来你早有预谋 没错 我到这里就是为了得到这座酒楼 我只是没有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送进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你没得罪我 只是你运气不好 碰上刚要重新做人的本大爷罢了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道理 这个世界上什么时候讲过道理 我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 现在该是我杨梅吐气的时候了 对不起 我是出于无奈的 卑鄙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三个时辰内 你要是不把钱还清的话 我就换了酒楼的招牌 爹 饿死了 喜大侠 你终于出现了 你要是再不出现的话 我就该吃水草了 你胡说什么呀 谁胡说了 本来就是嘛 这两天啊 我已经开始吃野果子充饥了 你要是再不出现的话 我真盯不住了 你等会 看什么 看看你身后有没有刺客 每次你一出现的时候 后面都有刺客 怪吓人的 猪八戒倒打一耙 每次都是你引来的刺客 我救的你 一点都不知道感恩 好 猴子 喜梅姐姐 你就是我的恩人的 快吃吧 别浮夸那么多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老板娘 老板娘 老板娘你醒醒 老板娘 是她 哎呀 你不知道 我到杭州来的第一顿饭 第一碗馄饨 就是她给我吃的 老板娘 你醒醒 老板娘 老板娘 醒了 老板娘 姑娘 你觉得怎么样 你们是谁 我这是在哪儿 我是张 我叫李西瓜 这是我朋友 她叫喜梅 你现在好些了吗 老板娘 你干嘛这么想不开啊 干嘛要寻短剑呢 你这么混蛋嘛 还有没有王法呢 我把所有的钱 全部给我爹看病花掉了 我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东拼西凑 卖掉所有家当 好不容易凑到钱 可是 你说你说 还干些什么了 她还干些什么了啊 我把钱给她 她说我应还她二百两 还少一百两 三个时辰就一百两利鞋 她吃人哪她 我看她是耍无赖 欺负你一个弱女子 硬要趴上你的酒楼 她把我赶到大街上 我身无分文 又无盈无靠 我一个弱女子 实在是走得无路 不像话知道吗 我李西瓜最看不惯 这种颠倒黑白的事了 你跟我走 去哪儿 你跟我走就是了 光天晃日 居然敢横行霸道 你以为你是谁呀 就要强出头 弓箭不凭拔刀相助 才英雄本色懂吗 你不要忘了四季的身份 哎 到了 这就是我们宋记九楼 哎 我说你们几个 手脚麻利点 别像姑娘似的好不好 快去 怎么了 张东方 别看被他认出来就糟了 怎么你们也认识这个姓张的 哎 他就是你说那个姓张的 他就是你说那个人吗 哎 就是他 他当我们爹来当厨子的时候 说是苏州路员的掌烧师傅 我还当他是好人呢 谁知道 他也配啊 我配我配我配 别配了想办法吧 哎 上哪儿啊 你 这事我得想想先回去 来 恩公 我知道让你为难了 我还是走吧 你走 你去哪儿啊 你现在都无家可归了 我知道你是个大好人 可咱们毕竟素未平生啊 不对不对 咱们俩见过面的 你忘了 你请我吃过一碗馄饨 是你 对啊 因为你帮过我的 所以我也一定要帮你 懂吗 要怜香惜玉 也要看有没有这个能耐 自己都是泥菩萨 还真以为能过得了这个河呢 所以你怎么说 反正这事我是管定了 恩公 别别别 别老恩公恩公的 我这听着别扭 你叫我西瓜就行吧 西瓜 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对啊 那你来杭州是 没什么 我来杭州 唉 我自己也是碰到点麻烦 所以跑这儿来避避蛋 原来你也有麻烦 还这么帮我 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尽管说 看不出来啊 你们倒是很有缘 自己的事情乱七八糟的 还一心想着帮别人呢 好了行了啊 前往上说 知道你是女中豪杰 你走南朝北 侠干义胆见多识广 你是不是心里 已经有了什么主意 成猪再凶了 啊 首先开门见山直接说出来 我们两位好喜耳恭听啊 我也没有什么主意 只不过离京的时候 我多带了些银子当盘缠 除了一些散碎银子 只剩下这么多了 你都拿去吧 这不会刚好 恰好 正正好 是一百两吧 真是一百两啊 喜梅 我怎么能平白无故 拿你那么多钱呢 遇到这种事情 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再说 我也不愿意便宜了那个混蛋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办法 就这个办法最简单了 可是 你就不要推辞了 你的身世跟我挺像的 我原来也是浪迹天涯 要不是好心人救了我 我也活不到今天的 那些银子你拿着用吧 这就对了嘛 这喜梅姐姐啊是女中豪杰 送酒妹妹有了这些银子呢 就可以把酒都要回来 这双叔先生怎么说来着 这双传道巧头无方草 天涯何处复然直 这么说 地方上都打点好了 是 老板您就放心吧 凭我们俩在这街面上 混了这么多年 绝对没有问题 那就好 只要你们好好替我办事 以后的好处 是少不了你们的 是 谢谢老板 快快快 你们几个 手脚麻利点 是 我说你认真点别偷懒 知道吗 是是知道了 我查过皇帝 三天之后就是好日子 到时候酒楼正式开张 你们替我维持维持 防着有人捣蛋 知道吗 是 张东光 老板娘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回来的 哦 这不是宋姑娘吗 找我有什么事啊 这是一百两 把酒楼还给我 奇怪 这明明是我的酒楼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宋记虽然不是什么百年老殿 却是我爹 辛辛苦苦了一辈子 留下的心血 我希望你拿这钱 把自己还给我 我想 你大概还没有搞清楚 现在我是这里的主人 要不要卖酒楼是我的事 更何况我想出手的话 这一百两银子 根本不止 你还是拿着你的银子 快点走开得好 紧张的 你这么丧尽天良 就怕天哪雷屁吗 怕 一怕的东西可多了 可怕又能怎么样呢 如今我总算是想明白 只有什么都不怕 才能过上好的日子 你我还忙着呢 我送 姓张的 你太欺负人了 把他给我轰出去 你太欺负人了 你太欺负人了 干什么 不要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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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下非君子 别打他 对不起了姑娘 谁让你倒了我的发财知道 别打了 要不是看到你是个女流之辈份上 今天大爷是不会守下留情的 还不快给我滚 滚 滚 别打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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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们谁打他了 快走 快走 走 西瓜 老婆娘 他是谁呀 西瓜 叫他干什么呀 西瓜 你放开我 没事儿 西瓜 我跟你说我没事儿 你一放开 你站住 你干什么去啊 干什么去 英雄要犯的叫花子 居然这么嚣张 我到衙门告他去 你疯了你 不等你到衙门告状 你先进大牢去了 高药 高药一文钱一天 对对对 你买几天 这不能 买四天 西瓜 给钱 西瓜 你四四文钱 给你 谢谢啊 西瓜 我们回去吧 别告了 为什么 任凭那个混蛋欺负你 喜没说 你到官府会有麻烦的 久了我不要了